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感觉有点冷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背后发凉啊 啊 师兄 你看啊 谁 落水无伤 鬼 这个案子由我负责 见阳府新任补快 送辞 尸体无痛 尸体的僵硬程度来判断 做菜 指甲断裂 手指间磋伤 此前 有过痛苦和征兆 这件案子 一定是人为的 我和李子方 从来不信什么鬼神学说 只是这个凶手比较高明 他铺了个谜局 而我 还在这谜局的后面 若咽浮毒 用银钗造脚水写洗过 探入死人猴内 以纸蜜蜂 良久取出 做青黑色 这银针没有变色 死者生前 没有中毒的现象 丑团 这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 这是十年前 跳霞水岸自尽的 于福瑶姑娘的随身预备 于福瑶 对 她是田园外卫国门的小妾 但出嫁那天 于福瑶偷了家 据说她死后化成了利物 别撤我 别撤我 很多人在侠水 看到过的红衣女鬼 就是于福瑶姑娘的 这一定鬼 鬼 这满地的血 尸体呢 这几起案子 跟于福瑶的冤魂 没有关系 这些案子 都是有人干的 这个凶手 很少有朋友 沉默寡言 基本长时间 都是在独处的状态 不喜欢待在幽闭的环境里 喜欢野外露天 有自残的情效 等你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后 就会知道我所说的一切 是真是假了 这里是一百两 宋慈啊 放弃案子吧 我确实很需要钱 但这件事不是银子的事情 而是还要还死者一个公道 这个世界上杀人者还少吗 杀人者高居庙堂的也不少啊 在我的认知里面 凶手杀了人就要服法 我就认这个死理 不死 祖宗献霖 菩萨保佑 你没死我们宋家有后了 姐头 杀狗杀狗杀狗 我就太高兴了 没事吧 对了姐 那案子怎么样了 你怎么一醒来就问案子的事啊 二大一有没有受损 放开我 我根本就不认你啊 能不能别再多管闲事 姑娘 别碰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你 我不怕你啊 我还要兄弟呢 子方 来了 这位大兄弟 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可是两个人 光天化日之下 有什么话要说啊 呃 是不是瓶子碎了之后才会取消啊 是啊 是的话那就有点尴尬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我们的假使者桑家尔 明天就会入住驿站 很好 接下来 我们就是等 宴会成会有一场好戏 而我们 就是这场戏最大的赢家 李渊治将军死的时候 是不是正坐在椅子上 一只手夹着自己的头颅 正是 你没听说过 金国秦国师 完颜木的诅咒吗 完颜木诅咒 将军 这些好像不是人 什么 那是穿着盔袈 和士兵衣服的裤裤 而更为奇怪的是 粮车着火了 没有人电 所有的粮食却突然吵了 都说是 因兵尽力 那为什么此案没人调查 这怎么查 谁敢查 魏大人 我今天来也是为了此事 这里的事情 能不能让我兄弟来查 他叫宋慈 封城期间严禁出场 这第一幅 半少被拢得妖心 这完颜木的诅咒 可真够变态的 这诅咒真的会这么灵吗 魏大人出事了出事了 蒙古使者天沐尔死了 什么 天沐尔被人用一根长毛刺穿心脏 钉死在柱子上了 长毛穿心 这死法 和万颜木诅咒上的第二种死法 一名一样 这背后究竟有何选起 你这个镇守使是怎么做的 大夫大人 事情真的很诡异 我已经各方面加派人手 可自膝下使者自在中军大战之后 蒙古使者也莫名其妙被杀 而且死法 跟万颜木诅咒一模一样 好一个完颜木诅咒 身体被蓝腰斩断 血迹尚未全干 说明死者是凌晨左右死亡 这整个身子被蓝腰斩成两端在马队上 是万颜木的诅咒 这几个人 一个不留 上 你们俩人会无 上 不会啊 你等等 为什么要刺杀我们 什么时候还在这些细节 小心 小兄弟 多谢处者相助了 救你 我可不想让你死 我是来找你要债的 义父 卓鲁图也死了 巾国使者卓鲁图 是 就在刚刚 死状和万颜木的第三种诅咒一样 腰斩 也是诅咒 没错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这凶手 杀死各国使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是还有最后一个诅咒吗 如果我死于最后一个诅咒 那么乌斯曼公主 肯定是最大的姓义人 卓鲁图 起来吧 卫大人 我要检查尸体和房间 麻烦让所有人到客栈楼下大腾集合 好 好好 都出去吧 你真的是李泰将军的儿子 韩大人 如果这个案子我们破了 因兵计量的案子 能不能交给我们 皇上已经亲自下令 临安沈将负责调查 沈将 那皇上也相信这是鬼干的 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情 不相信也不行啊 还是得多谢韩大人 眼下 完颜木诅咒一案是重中之中 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揭开 完颜木诅咒的真相 韩大人您放心 我明定可以 今天这个赵小柳行为很反常啊 看来是身份有问题啊 你这么瞅我干什么 我算是明白了 你的身份还想瞒得住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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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